要想水到新的好 第一条就是水田能够关得住水 可是你看这条田梗上好多窟窿啊 这是晚年发伤红的时候 洪水冲垮了田梗 然后人工用蛇皮袋装土 码的田梗 这样的田梗根本就关不住水 今天我的小洼鸡来了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个漏水的田梗 给它修修补补 首先我们把这些蛇皮袋全部给捞出来 清理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稍微挖深一点 用斗子捶一捶捶结实 使劲的捶 捶它个五五二十五下 接下来就是在田里捞土来做田梗 我们要东捞一点 西捞一点 不要挖得太深 不要在同一个地方捞 正如陈师傅所说 泥巴加草就好比混凝土里面加了干精 这样做出来的梗 它就不会漏水了 有人觉得开挖机很拉风 很酷 很帅 而我开的时间久了 觉得很枯燥乏味 很无聊 无聊的想唱歌 GCC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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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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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这以前修的基根路 因为无人打理 你看这个小竹子长得多么的茂密 你像不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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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里发现一个水缸 古有司马关炸缸 经有瓦机炸缸 刷接你流言 我衷走不沃 你随手 弱田 长过路的梦雨破碎 在他心里的原息和口味 我时多听愿给你机会 我想问你究竟 爱谁 喜爱 愿回是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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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竹子 咱们开着挖机 就像农村用锄头挖地一样 从后往前挖 把它挖着打堆 然后暴晒 让它晒上整整一个月 等到晒干了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是不给烧 这种小竹子 你们那里有没有 你看这种小竹子 长得挺细的 不过 它的叶子却非常的大 有点像那个种叶 这种小竹子都是一发一大片 第二天清晨来上班 各种各样的鸟叫声 清脆悦耳 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经常来这里放牛和大人们一起 今天继续来清表 这上面的这个活动板房旁边 长了好多的这个八毛草 咱们来给它清理清理 不过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旁边有那个低水坡 是水泥浇的 这些八毛草 全部长在了这个低水坡的旁边 爬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能把低水坡给弄坏了 我记得当时挖这个活动板房基础的时候 是那天晚上加班的 加班加到了凌晨两点多 因为第二天答应了 另外一位东家要去给他干活 把这个活动板房的周围给他清理干净 然后养点什么 大家觉得养点什么比较好 我觉得养点土鸡就非常的不错 然后在旁边再建一个小猪圈 养两头土猪 等到过年的时候 诶 那个土猪肉啊 就甭提 有多香了 这个斜坡上的杂草 小竹子清理干净之后 咱们用挖斗给他拍一拍 因为这是一条路 这底下比较陡 咱们来给他挖个台阶 咱们来给他拍一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了 把这些杂草小竹子清理干净了之后 是不是感觉突然就宽敞了许多 现在甚至最后一颗八毛草也给它清理掉 这片场地就清理干净了 这一块位置就结束了 好了 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 相逢既是缘分 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虎子还不错啊 有肉 鱼 经典五十零就是这款鸡 鹿才刚刚修好 东家就迫不及待的把它的小皮卡给开下来了 这个田里面发现一个小玻璃瓶子 我用挖机把它勾起来放在田梗上 东家叫我把挖机开到前面去 去把那一块不平的地给它搞搞平 他准备把那个皮卡车给直接开到下面这个田里面来 这里是以前人家种那个玉米的地啊 有小沟槽 咱们挖点土 把这些小沟槽给停停平就行了 一开始以为扒错田梗了 鹿走错了 后来得知这一块地也是承包给东家新的 所以这个田梗就不用恢复了 鹿就从这块田里面走 投掌 风吹云孙 天不动 年轻衣 多少故事在心底 年轻衣 多少故事在心底 年轻衣 与梦红长扬 百年桥和黄金晴 东家把车子开下来容易 想开上去却打滑开不上去 现在刚好也到了饭点 东家就把我的车子借了 然后到街上去买盒饭 现在我把这里挖点土地给它填一下 我就得拿下来 我就得去 我吃还不错 有肉 有鱼 还有小青菜 那看田梗的工人们也下班了 拎着衣服 拎着桶 拎着水瓶过来了 他们在老板的皮卡车旁边一边聊天 一边吃中饭 花了十分钟吃好中饭 立马开干 把这个路给它拍拍平 让东家的车子好开上去 一边编起 多少故事在心里 五月夜 雨梦 畅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午五点了 下班下班 有一点往外渗水了 明早上过来肯定不少的水 看一下四周的环境啊 两边都是山头 中间是梯田 好了 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啊 相逢就是缘分 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